歡迎您回到新台灣交友的現場 剛剛這個文傑說了 今天很多人冒著風冒著雨 來到了這個凱達戈蘭大道的現場 他們不畏風雨不畏低温為什麼 要給小英一點溫暖 為什麼 他說他對後面 政府們嚇到頭前的時候 大家都說的一個問題 宇昌案 向大家非常分開 宇昌案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為什麼不好好辦 卻用這樣一個政治操作的手法 然後呢 有一個 我看了這個聲明稿 我是非常非常的氣憤 所謂的 中國國民黨黨政高層人士 整批都沒有署名 就是一直講 中國國民黨黨政高層人士說什麼 說蔡英文的聲明 實在是太犯政治化了 讓人家覺得說 動怒是不是要轉移焦點脫離戰場 這樣自己起呼 蔡英文確實是 這件事情的回應 他相當的氣憤 為什麼蔡英文那麼生氣 為什麼我也覺得蠻生氣的 就是說我們事情還沒有搞清楚 之前是不應該生氣 但我依然記得 2007年 當宇昌生技公司成立的時候 大家是怎麼樣期待 這家生技公司 可以有所作為 台灣的重點產業 重要發展產業 現在讓我們看看 什麼 我們先來看看 蔡英文的回應 跟宋楚瑜的看法 請問國民黨的馬主席 選舉有必要選成這樣子嗎 為了保衛政權 為了掩飾執政的失敗 就一定要不捨手段 對其他的候選人 進行栽贓抹黑 進行人格的磨殺嗎 當時民間的資金是不足的 所以我必須要說服我的家族 也投入資金來因應急需 那麼政府也因為 美國相關的合作廠商的時間的壓力 迅速撥負部分的款項 當時本人以對外說明 而且我已經承諾 如果民間的資金到位以後 家族的投資就會退場 本人及家族從頭到尾 都不曾獲取暴利 反而為人民與政府獲利 達10億元以上 這種拿不出政績 卻不擇手段的選舉暴步 是台灣民主支持 兩千年選舉又不見文宣 事後發現的話 沒有事情以後 選舉也過了 好 這是親民黨 親民黨的人說還是說 這跟新票案一樣嘛 事情向上問出來 沒辦法說清楚 所以母母的選舉不住 事情就遵守 但是我認為這跟新票案 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案子 為什麼 新票案那件是阿拉伯的 大家屬性都不知道 可是宇昌生計從頭到尾 其實很多的媒體都是有報導的 先來看媒體的所謂級高層人士 怎麼樣在操弄這件事情 他說黨政高層人士 幾批不得都是黨政高層人士 不敢署名 為什麼不署名 這個是第一個我們要問的 怎麼講呢 對宇昌案沒有見列欣喜 他們沒有見列欣喜 民主進步黨的蔡英文 聲明稿非常犯政治化 他說勸蔡英文應該心平靜氣 不要動怒 不要讓人誤會想 轉移焦點脫離戰場 他說宇昌案發生的十幾點 案件講很久了 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是不是覺得說 蘇家群的農舍 經過幾次選舉也講很久了 這一次終於因為總統大選的關係 逼他把農舍捐出來 這個案子是不是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操作 好 這些公文當初都被核定為機密 如果現在能早點解密 假如真有違法 國民黨要政治操作 以民進黨的關係 國民黨應該留在選前一週 怎麼會這麼早就談呢 意思是說選前一個月嘛 還有一個時間 用來釐清真相 這可不是奧博 他說奧博是在選前最後關頭 讓對方錯手 不及無法解釋 一個說 黨政高層說 這批報的到底是誰人 只會黨政高層 這麼多人是誰人 買多少錢 賺多少錢 是否向民進黨發言人 曾經賣說的 只賺新台幣一千多萬 是否違反旋轉門條款 既然說要接受最嚴格的檢驗 這些都沒有交代清楚 怎麼叫接受最嚴格檢驗 絕大多數人無法在八個月內賺到一千萬 但蔡英文家族輕而易舉獲利上千萬 丟出一堆問題 你要查你走就查到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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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行政院長的高度就說我不宜談 國人來公平 沒有錯 現在就是要交給國人公平 我們現在掌握到的最新友台TVBS的民調 什麼叫做國人的公平 現在蔡英文跟馬英九的民調支持度 39%比39% 已經是1比1了 一樣的五五波的一個態勢了 這是不是就是國人的公平 我現在要給大家看一個天下雜誌 兩千空七年的一片報道 好 天下雜誌 來 看一個 2007年9月 天下雜誌第381期 當時怎麼看宇昌生技公司 這是何大一 國際愛知權威 他說他很喜歡一句話 他先帶出這句話 過度急於避免所有的風險 就是接受平庸還放棄領導 所以呢 他這一次來做宇昌科技 有風險 但我們要做 他說也是重要的時刻 你必須要相信你所做的事情 這個是1996年時代雜誌的 年度風雲人物 全球愛知病權威三個孩子的父親 何大一說 他這次要扮演的是一個 晉級所能為台灣做事的海外歸人 也是他從沒有扮演過的 生技公司的創辦人 回國兩天 他在宇昌生技的成立記者會之後 接受天下雜誌獨家專訪 人們說 宇昌生技的成功 對台灣帶來什麼策略性的意義呢 說一堆 他說他現在要做一個 不是用錢衡量的成功 他要說的就是說 宇昌的意義已經超過新要帶來的商業層面了 他要讓台灣有能力 可以做到一個國際級 臨床級的藥品 這是他的初衷 很多人 我沒有時間跟大家好好說 因為我們來賓都很想要說的 我又跟大家用一個重點 但是 天下雜誌的問號 蔡英文沒有做過生意 請他出任董事長 到底看中什麼特質呢 我們來看看 這是國際愛知權威何大一的評估 一個公司要成功 從投資科學 臨床管理到領導 都是要最棒的人 如果坐下來和蔡英文談話 無疑會感受到 他是很聰明的 他也有領導人的特質 能夠好好跟人談話 能夠說服人有這樣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 他很正直 這是很重要的 經驗對我們來說 就是領導的經驗做生意的經驗 反而比較不重要 因為管理企業可以學習 而且我們能依賴很棒的企業人 如同台積電的張宗摩 那麼最終呢 要的是一個有正確性格的領導人 我們要走的是一個長遠的企業 正直對於走長遠企業來說 是很重要的 所以 董建的國民動所謂的黨戰高成功 蔡英文你在生什麼氣啊 你心平氣和講清楚嘛 一個正直的人 怎麼能夠接受這樣的污蔑 他能夠不生氣嗎 來 妹妹 蔡英文生氣生氣得太好了 我必須要講 從蘇家權的農舍 乃至於到這個宇昌的事情 這個是典型的 大家注意看 國民黨二職選舉操作的五部群 爆料第一步 第二步抹黑 然後抹黑連篇 配合簡調的放話 媒體的早做 行政官員的放話 不知名這些高層的放話 然後呢 再來就是給你鬥湊 接下來就是民調你巨匠 然後呢鬥垮 中間選民跑了 我認為 國民黨本來選前最後一招 王牌 就是要出擊的奧布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出 不要忘記 選前十天是不能發布明標的 如果現在開始出這些奧布 開始不斷的放話 然後解密對不對 資料選擇性的公布 選擇性的解讀 配合媒體 鋪天蓋地的放話 那我請問 你是不是 黑白白簿也會贏的黑 連這樣 我告訴你 民調巨匠 影響中間選民的投票 這一次成敗的關鍵在中間選民 等到事情 理清了來得及嗎 來不及了 已經選完了 所以這個整套 是算計好的 就好像之前先幫周美青造神 再來出一個紅橫豬事件 高平道因為沒有政績 他唯一的法寶就是丟泥巴戰 把你倒臭倒黑倒垮 他才能夠勝選 但是民主政治要下流到如此嗎 難怪蔡英文這麼生氣 我要問的是第一 何大一國際愛滋病的權威 翁啟會中研院的院長 也是生技界的大佬 然後在這裡面 全球華人 在生技界最高的 羅氏藥廠的營運的總裁 楊玉銘 還有包括李遠哲 這些人 來幫蔡英文背書 肯定他的政治 肯定他的人力 邀請他擔任董事長 請問 國民黨 你們在這些人面前 你們這種下流的說法 說得過去嗎 這些人有必要同流合污嗎 第二點 我覺得無用心就無用心才要吃 為什麼要用極機密 因為國際談判 你如果先曝光的話 今天自由時報 有一位醫師的頭書寫得非常好 在那個時候 如果你先曝光的結果 可能那家公司都會觸犯美國的法律 所以你一定要保密 那你保密 你當然要極機密的文件 再來 國民黨不懂嗎 包括羅委員也在 很多公司設立之前 資金要不要先到位 我們如果要去爭取這個國際談判的籌碼 你要不要資金到位 你要不要組談判團隊 所以蔡英文有國際談判的經驗 更何況 大家都知道 生技公司 坦白講 那個是燒情的 民間的募款是不容易的 2007年下半年 民進黨身世已經很不好 蔡英文的家族當救火隊 當天使資金 這就好像魏德勝 他為什麼叫捐款人是天使 今天 蔡英文的家族 在那麼風險高的時候就投入了 結果救火隊 被你抹黑成是暴力的獲利者 我今天要跟國民黨講 什麼叫暴力 兩個晚上要燒掉兩億三千萬 這叫暴力 那一身穿那一顆老袋 叫三千九百萬 那叫暴力 國民黨黨一事業 單單股票利息二十九億 叫暴力 還有馬英九 你欠我們一個交代 蔡英文中的一千五百萬 你講政治賢金 你為什麼不講 你那個不只叫暴力 你那個是不是叫不當得利 我要問一問 所以國民黨怎麼可以下流 墮落到這種地步 我要問的是 你為了操作選舉 你要抹上蔡英文的政治人格 你要配合國家機器 檢調特徵組 馬上就啟動了 那特徵組一千五百萬 你為什麼不查 好多馬英九的案子 你為什麼不查 然後劉易如 你到底是金建會主委 還是政黨的打手 政務官 他的操守封股在哪裡 最後我要講的是 我們的四大產業 很慘了吧 我們都說生技業是未來明星產業 我們這些一流的人才 為了國家要奉獻心力 結果你們為了政治上的惡鬥 可以搞到這種地步 你們在傷害台灣的未來 傷害這一流的人才 最後我只問一句話 蔡英文問的太好了 你為什麼 你投資宇昌 你要罵宇昌呢 你這不是自打嘴巴嗎 坦白講 司馬遭之行 路人皆知 這麼下流 難怪民調會打平手 國民黨等著自食惡果吧 好 我們回到 就是說大家生氣之語 要來了解一下說 這個事情有做嗎 是沒問題 就是說 到底這件事情的 是非曲直是怎麼樣 我們要來稍微公平的來看一下 選前十幾點 這個時候報 真的是起人一動 但是我們看到國民黨的 極高層人士 他就說沒有啊 澳報是 一個禮拜 不是這一個月 澳報是有發酵 其實今天那個 我覺得民進黨中只有洪志堅 最近也蠻常放炮的 他今天說 臉書上有一段話還不錯 他直接就說 所謂國黨政高層就是 馬無競選 拜公司執行黨金普聰 但是比較氣的是什麼 其實我想很多人憤慨的是這樣子 這個案子 你如果沒有做生理 你沒有辦法那麼容易了解 他說怎麼樣 他說金普聰 又刻意說得模糊 無非是想將宇昌案 神秘化 必案化 有沒有見列心情 其實他心裡最清楚 我們來看 他們先問其實 程序上有一點點比較快 到底有什麼比較快 我們來做經歷 07年為什麼以極機密 承報投資案 保密要到什麼時候 當時的經驗會主 何美越說 他說其實沒有解密的年限 隨時可以解密 另外我來緊固 進一步的了解 就是說所謂的極機密 觀眾朋友可能一天都覺得 這會不會是國家機密 所以六月極機密 根據我了解 這個所謂的極機密 是屬於公務機密 不是國家機密 所以說 什麼叫做公務機密 譬如說 烤機也是極機密 烤機 就是你跟長官知道的事情 別人不能知道 這叫機密 那國家機密就不要不一樣了 那現在一般人都覺得說 這是不是所謂 國家機密的極機密 不是 不一樣的 那麼還有再問 就是說六天內來決定 投資宇昌為什麼 何美越說不是啦 是醞釀半年了 不是幾天就撥款 蔡英文為什麼在07年8月31號 兩度發函 國發基金要求撥款4千萬 為什麼那麼急 經驗會的資料是說 第一封是說請撥到 台帽蛋白科技籌備處 那麼後來公司改名了 所以第二封就是 不好意思改名 所以其實加起來就是一封 就是宇昌生計 家族到底獲利多少 蔡英文那天說 沒獲利 沒有獲得暴利 看暴利怎麼定義 反而是為人民跟政府獲利10億 這10億怎麼算的 民進黨的算法是說 因為現在這家公司 現在叫做中育醫藥 新貴行情34塊 獲利大概10億 如果照這樣算 那蔡英文他出托此股大概就是 10塊錢再加上利息 差不多11塊多出托的 那麼就說現在行情14塊 國民黨這個投資案的資金是16.5億 蔡家出了1.2億 獲利大概1千多 國民黨是說沒有 這邊怎麼看 現在終於